安徽省石台县齐峰村地处大山深处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曾是当地的深度贫困村 这几年来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党支部村委会 不断尝试发展包括旅游特色种植等在内的新产业 为齐峰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脱贫发展道路 百村脱贫季今天我们走进齐峰村 一大早村民陈试春就在自家猪圈开始忙活 这批猪是他新养的 去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 他之前养的六十多头猪全都死了 在村里帮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 陈试春得到了保险赔偿 这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排了一万多块钱 当时排了一万多块钱 因为长期贫困 陈试春至今还是一个人生活 今年养的猪长势都很好 他笑着告诉我们 等这批猪卖出去之后 他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齐峰村地处大山深处 交通闭塞 经济落后 像陈试春这样种茶 养家畜是绝大多数村里人 唯一的收入来源 住村第一书记吴刚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他看着村里大量保存完后的古建筑 心里有了主意 就这边了吗 我看 对对对 就是这栋民宿 这个房子呢 这个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这么久吧 它是建于这个清末 这种老屋呢 是一个双天井的老屋 大概面积有两百多平方米 这个我们呢 根据它这个现有的这个结构 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这个通过发展这个旅游民宿项目 把它打造成一个灰派建筑的一个民宿客栈 吴刚认为 齐峰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原生态的环境 非常适合发展旅游 这个想法得到了村里的认可 民宿改造工程也陆续展开 通过对咱们这个齐峰村 这个现有的这个 一个古建筑群的一个保护和修缮 对吧 既然把这种这个灰派建筑的一些 历史文化的东西传承下去 通过这个民宿旅游项目的发展 可以进一步改变齐峰村的 这个使人的这种思想观念 增加当地农户的一些收入 可以提高他们的这个 就近就业的一种创业的机会 除了发展旅游业 齐峰村同时还在摸索别的道路 齐峰村的旅游发展呢 还处在起步阶段 短期内不能给村民带来多大的收益 为了给村民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呢 从三年前开始啊 村子里对村民的土地进行了流转 建设这座实用军大棚种植基地 对于村里发展特色产业 村民们都很积极 因此土地的流转非常顺利 但没想到在下一个环节 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没有村民愿意投钱 做这个大棚 为了给村民信心 汪金杰抵押自由房产 贷款30万 带头承包了大棚 汪金杰向企业学习技术 通过熟人寻找销路 加上扶贫政策的支持 将大棚搞了起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 建设这个种植基地的决定 是正确的 这个就是说这个固展 我们在平台上卖65块钱一斤 我们一年这个产量 大概在1万多斤 干货在1万多斤 大概连产 到我们棚里连产 大概在今年产量 大概在83万到84万左右 那这卖得还不错啊 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产出来的固展 几乎是能产出来 几乎就全部能卖掉了 所以现在还有人愿意 跟我们明年 愿意跟我们合伙 齐峰村找到了 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 2018年 村子成功脱贫出列 齐峰村所在的石台县 是安徽少有的 还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地方 而这一县呢 也将随着我身后这条 正在修建中的 高速公路的完工 成为历史 未来呢 脱贫出列之后的 齐峰村也将因此 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总太阳市记者 安徽石台县 齐峰村报道